卷入浩鼎风波的中原院长翁启慧 以健康因素为理由滞留美国 原本应该要返回台湾到立法院进行报告 却没有回来 而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也无意义地通过临时提案 严厉地谴责翁启慧这种藐视国会 规避监督的行径 以健康欠佳正在休养为由 中原院院长翁启慧 选择占留美国 三十一号没能进立法院报告 还两度向马总统提辞呈 引来朝野立委炮轰 想要用一通电话 一个电邮 就要跟马总统请辞 这是非常草率 而且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可以避得了国会 就算他不是院长 他可以不用到立法院来 但是他能够让 因为这样的司法调查就停止了吗 因为他的健康因素没有办法回台湾 就停止了吗 逃避责任有时封骨 中原院生育将受到重挫 朝野立委批评翁启慧 不该把双重国籍当作保护伞 就算生病也该尽快返国说明 再谈请辞 立法院教委会更无意义通过临时提案 严厉谴责藐视国会规避监督的行径 而中原院院士吴茂坤 张茂贵等人也发起联署 要求将本案送院内审理委员会审议 全面检讨计转利益冲突 及回避处理原则 至于汪启慧女儿汪玉秀的三千张持股 自己有没有份 解放前出托部分股票是否涉及内线交易 这些疑点检调单位正在厘清 下午传唤汪启慧的理财专员 而未来是否传唤汪本人 事件不回应 号顶案越烧越大 总统立委中研院内部都希望汪启慧 回来说清楚讲明白 而汪启慧下午发信给院内全体同仁指出 对个人事务引起诸多评论 冲击中研院声誉深感不安 等国外事务处理妥善将尽快回国说明 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将会比较过去处理游民的经验 扩大强制就医的对象 未来只要社区出现长期问题 北市社会局表示将比较过去处理游民的经验来执行 疑似精神障碍者除了警察介入 有必要还会请联谊松德院区派精神科医生到场协助 但强制就医有条件 现行的精神卫生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强制送医必须达到自伤或伤人者才能执行 如果只是一般的酒醉扰民姿势 其实现行的社会维护法第七十二条 才适用最多罚款六千块 强制就医有法律上的地位是 你要确定他就是严重病人 确定他的行为已经有出现伤人之余 而不是在社区里面走来走去 你觉得怪怪的 好我想这是无以开人权的倒车 也无助于精神疾病防治 社福团体认为 其实扩大强制就医浪费医疗资源 还不如增加社区关怀访试员的人力 左洞式的寻访主动关怀 恐怕比胡乱强制就医来得有效 记者黄六 张国良 台北报道 下个礼拜一就是儿童节 台湾国际儿童营展登场了 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好的影片 大白狗怪球看起来爱闯祸 却是保护企鹅的好帮手 真人真是改编的电影《灵犬出任务》 描述澳洲一座小岛上 小女孩艾蜜莉和家人 如何和狗狗合作 推行企鹅保育的励志故事 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珍爱自己独特的自我 然后也能够尊重差异性 然后能够尊重跟他不一样的个体 从小孩子的角度来有一些他们奇幻的冒险 另一部动画长片《海洋之歌》 出的是一位拥有神秘力量 可以变成海狮的小女孩 她和哥哥一起解救被女巫禁锢的精灵 这两部电影获取为2016 台湾国际儿童影展的开幕片 这一届儿童影展主题是独特无味完美呈现 一共有33个国家87部优质作品 分别从环保 性别 梦想以及生死无常等不同角度出发 要用宽广的视野来丰富小朋友的心灵世界 记者曹英俊 陈柏玉台北报导 国立成功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新科技奈米技术 研发出带有鲜毛的智慧结芽为胶囊 可以杀死口腔里面造成蛀牙的坏菌 还可以修补牙齿表面的发狼值 一般到牙医诊所看牙的民众 老人的蛀牙问题几乎占了一大半 而会造成蛀牙的原因 就是坏菌在嘴巴里面作怪 但是现在国立成功大学口腔医学研究所团队 利用新科技奈米技术 研发出带有鲜毛的智慧结芽胶囊 将会自动判别嘴巴里面的酸碱值 只要发现有造成蛀牙的坏菌产生 就会自动释放出杀菌成分来杀菌 如果这个细菌它会产生很强的酸性 来破坏你的牙齿的时候 这个酸性一发生的时候 就会先打开这个胶囊的一些表面的 的一个奈米洪洞 然后让这个胶囊里面的佛化纳释放出来 有别于一般市面上的产品 像是可以杀死细菌的功能性牙膏 但却没有辨识好坏菌的功能 诱惑杀菌之后 无法释放出修补发狼值的成分 因此这项新的智慧结芽技术 未来将会打开新的结芽市场 目前市售的产品里面 还没有像类似这种 可以区别好的细菌 跟会导致取齿的这种坏的细菌 这样的功能 所以这个应该是 第一个具有这种功能 我们应该可以说 称为它是一个智慧型的胶囊 成功大学口腔医学研究所 特聘教授谢达斌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 会以怎样的形式上市 但未来应用广泛 包含牙膏 漱口水 或是医生看诊时 使用的技术等等 应用在助牙的前期防范 让台湾的结芽技术更成熟 记者温正恒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